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今天来说说咒术回战中 个性鲜明的唯一女主角丁琪也强威 她除了拥有阴沉的雏灵咒法 甚至还拥有比勾卷的咒炎 还要更加伤人的招式咒骂 作者借鉴老师 为什么又总是对丁琪的左脸如此不友善呢? 这部就是跟大家解说丁琪也强威的人物传影片 在最后也会彻底的分析 丁琪不会死亡的各种细节 那影片涉及剧透 请斟酌观看 我们立刻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来说说丁琪小时候的背景故事 她出生于偏远的乡下小镇 村民们的思想传统且保守 丁琪从小却像是男孩般 喜欢格斗游戏与打架 她讨厌着常规与传统 更讨厌这个狭小无聊的村庄 在六岁的那一年丁琪遇上了 刚从东京搬来的一家人 那带有城市气息优雅的女性沙芝 这让向往都市的丁琪很快就与她成为好友 这段时间接触西式甜点与流行时尚 都让丁琪对沙芝充满羡慕与向往 不过村庄内的居民就不是这么想 刚从东京搬来 有着优渥气派的豪房与名车的都市人 这使村民心中产生自卑感 以及被瞧不起的感觉 他们带着嫉妒以及恶意言语的嘲讽 成为了实际行动 最终杀之被迫搬家 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络方式 那天丁琪知道再也见不到仰慕的姐姐 从小就坚强了她 就哭得不成人样 从此之后更加讨厌这个村庄 并且想要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无法容忍特立独行传统到不行的乡下 这让丁琪像是活生生困在荆棘当中 之后升上高中的她 因为与奶奶吵架 就毅然决然前往东京就读 选择咒术高专是因为这里 不只提供免费生活起居的一切 更加上出任务能够领到薪水 当她抵达东京的第一句话就是 刷枝我来了 这也表现出她非常期待着 有一天能与祥之见到面 现在的丁琪充满自信与霸道的性格 甚至还直接抓住心探逼问 自己能不能当模特 看见咒术回战两位主角的土样 还嫌弃地在他人面前叹气 这完全跳脱日本传统女性的含蓄与温柔 相反的自信与豪迈的性格 都让观众印象深刻 甚至觉得帅气 那纯粹直白的 我是为了自己而活的价值观 以及洒脱短发与较好的外貌 都是让丁琪成为人气角色的原因 接着来说说丁琪的术士 除灵咒法 一般来说近战能力不算优异的她 都会将咒力灌注于丁子当中 并且用铁锤敲打 产生如同子弹的攻击 这一刻丁子的咒力 就会开始大量涌入 此传敌人 这招就是除灵咒法 假如在战斗的过程当中 取得敌人身体的某一部分 更可以使出除灵咒法共鸣 将稻草人与目标重叠 并且将注入咒力的丁子 打在稻草人身上 就能在远距离 此传敌人的要害 是非常容易理解 简单阴沉的咒术 就当一年级的三人 在感化院执行 可能身为特级的任务 现在是三级咒术师的丁琪 在特级咒力的升德领域当中 直接被抓走与伙伴分开 这一刻他面对到 数不尽的咒力 完全用尽丁子 无法战斗的丁琪 在面对死亡时 并没有像虎杖 哭得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而是继续对咒力嘴炮说 混蛋 我会诅咒你的 不过最终 幸好被赶来的 浮黑慧所救下 就当这次任务结束 虎杖却没能活下来 这一刻丁琪尽管嘴巴说 自己没有那么脆弱 会为了那种男人而流泪 但还是被伤到 紧咬着牙 强忍着眼泪 不过就当知道虎杖 没死的那一刻 还以笨蛋的方式回归 这让丁琪惊讶的 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反而露出尴尬的表情 最终明白自己伙伴还活着 丁琪还是露出 喜极而泣的表情 持宙数回战里唯一一幕 丁琪较为女性 柔弱可爱的一面 一年级的三人经过生死之后 情感与羁绊更加的坚定 丁琪与虎杖 甚至违反高专撤退的命令 帮助为了拯救姐姐 而独自执行特级任务的扶黑会 不过这一刻丁琪又再一次 被单独抓走 扶黑会在危机时 还不忘吐槽 可恶那家伙怎么老是被抓走 最终跟上虎杖与丁琪 一同联手 对战特级走胎九项图的 写图与坏象 现在的丁琪几乎无法对抗 坏象的高速血液攻击 尽管他多次被虎杖救下 不过最终还是被带有 术士的血液击中 坏象的术士石烂腐术 玫瑰的斑纹不仅会让人痛不欲生 只要术士不解除 更是能将人腐蚀成白骨 这一刻却意外达成了 丁琪除灵咒法的要求 那就是皮肤上拥有坏象身体的血液 他强韧着疼痛使出共鸣 将丁子刺进自己手中的一瞬间 坏象立刻感受到自己术士 与丁子刺穿的剧痛 就连因为石烂腐术而相连的血液 也受到了共鸣的波及 这一刻丁琪知道自己中了术士 即将死亡 干脆多打进丁子 也要让对手痛不欲生 将豁出生命用冷痛来一决胜负 让人觉得可怕超狂的作战方式 直接让明明是女生的丁琪 被观众给予了丁哥的称号 接着丁琪在攸关生命的战斗当中 进入了绝佳的精神状态 以胡杖同时使出了黑闪 最终两人战胜了达到特辑的坏象与血图 就当结束离开的路上 对于杀人始终抱持迷惘的胡杖 丁琪却想分担胡杖的罪恶感而说着 那我们就是共犯了 这也表现出丁琪将胡杖 视为重要伙伴的温柔 这里就来说说咒术回战中 比咒炎更具威力的咒骂 丁琪在对战前总是会先嘴对手 并且不断做出人身攻击 首先就是连主角胡杖幽人 第一次见面就立刻被骂说 一点女人缘都没有 之后丁琪更是对在意美貌的争议说 你睡眠不足毛红很粗大 以及批评与嫌弃奇妆异服的人物 完全实现先嘴就赢一半的道理 在之后丁琪被东唐魁推荐为一级咒术师 不过就当咒术高专在审核时 却发生了色谷事变 丁琪遇见了诅咒师重面春泰 并且展开战斗 不过却因为不了解对方的术士而战败 幸好在一级咒术师七海的帮主之下 才得以活命 这一刻丁琪才明白 一级咒术师与自己实力的差距 我想作者也是在渐渐表达 世上丁琪面对到色谷事变 实力明显不足 同才不断的前进与变强 扶黑能使用咒术顶点的招式领域展开 以及虎杖本身有着最强的体能与体内的束挪 两人几乎都达到能与特级咒术战斗的实力 这也在暗示着丁琪已经无法应付更艰难的战斗 甚至还被七海要求立刻离开色谷 并且说了强制战斗只会碍事成为累赘 不过丁琪却心细着正在战斗的虎杖与扶黑 就擅自行动而遇上了咒灵真人的分身 他明白不能被真人的手捧住到 否则将会被变成改造人 同时也意味着死亡 丁琪所使用的钉子与瞻 完全无法触及真人的灵魂 这装作束手无策的模样 就是为了这一刻同时使出所有的束势 丁琪对地面上的钉子灌注受力 使出的瞻固定住真人的行动后 就立刻接近使出共鸣 这却指及真人本体的灵魂 是除了虎杖之外 唯一能够克制真人的束势 同时本体受到的伤害也联系着分身 这一刻丁琪也感受到自己的束势在其他地方发动 他立刻明白眼前的真人是分身 并且无法使用束势无微转变 就当丁琪在战斗当中占了上风时 身为人类狡猾恶意所诞生的真人 却开始逃跑 他真正的目的就是在虎杖面前杀了丁琪 彻底楼顶虎杖的内心后再杀掉他 这一刻真人的本体与分身交换了位置 因为死角以及太过于突然无法反应的丁琪 被真人的本体触碰到了脸部 这一刻知道自己即将死亡的丁琪 回顾自己的一生 尽管身边都是些怪人 不过他们在自己的心中都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面临死亡的丁琪 却微笑要虎杖告诉大家 我这一生过得还不赖 就立刻被无尾转变扎烂的左脸就此倒下 丁琪始终是一个相当鲜明 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 个性直接坦荡荡到不行的迷人魅力 以及他明白自身的实力不足 就用言语暴力也不放过对手 每一战都非常接近死亡 却早已接受 与一般柔弱的女性人物完全不同 属咒素回战当中的灵魂人物 不过他目前瀕临死亡的状态 是继七海剑人离开之后 带给观众的一大震撼 作者借鉴老师 总是众故事亲人物的剧情风格 他认为七海这个人物 在之后无法继续成长 同时希望他带给虎杖 咒素师真正的意义 于是就将七海留在了色谷事变 接着丁琪也成为了 让虎杖成长的人物 可以看出作者发起便当毫不手软 尽管这让部分的观众无法接受 自己喜爱的角色才刚离开 又出现了新的角色 就如同免洗块轻易的被取代 不过丁琪真的死亡退场了吗? 不用担心 根据我看了超过五次 整篇漫画的结果 找出了许多丁琪 并未真正死亡的细节 首先就是初次登场的 星田星这个人物 他是辅助监督 星田明的弟弟 星田在丁琪倒下 还有一丝气息时 使用了不会让伤口恶化的术士 能将目前受到的伤 停止出血与减缓疼痛 看似没有什么作用 但事实上却是仅次于 反转术士的重要能力 他分别对丁琪与虎杖使出术士 假如作者真的想要丁琪领便当的话 基本上星田这个人物 就根本没有出现的必要 不过这一刻 星田星这个人物却对虎杖说 丁琪的呼吸与脉搏都已经停了 不过没有经过太久的时间 得救的可能性不完全是零 接着第二个细节就是 丁琪死亡的方式 七海是上半身直接被无为转变所破坏 不过丁琪却是仅仅失去左半边脸 以及眼球飞出 事实上在后续的死灭回游剧情当中 就一位人物黄儒 是使用眼球挡作炸弹 并且同时使用反转术士 立刻复原 刚好也丁琪一样都是左眼 所以这也意味着 丁琪能被加入萧子 治愈的几率是蛮大的 第三就是作者曾经在访谈当中 虽然已经确认丁琪已经战亡 不过却暗示之后 也许会以特别的方式回归 作者也表明 咒术师与宙灵的阶级 已经一点都不重要 所以现在是三级咒术师的丁琪 已经算是偏弱的角色 在强度更高的死灭回游篇章 只好让他先退场 至于什么时候会出现 我个人推测可能是死灭回游 结束之后的剧情 毕竟就连单行本介绍人物的地方 丁琪也被拿掉了 不过让我惊讶的是 同样是三级咒术师的三轮侠 竟然还有戏份 还出现在满是特级咒术师的战场 这一切都让我更加确定 丁琪未来回归的可能 最后来看看丁琪的左脸 一共被作者楼铃过几次 并且每次都给予特写的镜头 第一次被咒铃K的满脸是伤 第二次被扫把中击 接着没多久就是第三次 被橡胶子弹打晕 第四次更惨 被术士腐蚀 第五次被拳头击中下巴 第六次就直接中伤到零便当 看来作者对丁琪的左脸 真的很有意见 在影片的最后想跟大家说说 为什么最近频道更新影片变慢 绝对不是因为想不到主题没有梗 然后跑去看动漫和打游戏 绝对不是 那是因为最近在帮家人制作 宠物手工零食 天然健康SGS国产 与新鲜蔬果做成的肉干与饼干 就连年纪大的猫狗也非常适合食用 当中含有低过敏配方的牛奶与羊奶 以及有机无肤质的大燕麦 绝对不含任何防腐剂与人工添加物 是连我也都吃过的品质保证 家中有猫猫或狗狗的朋友 不妨尝试看看哦 详细连结网址我就放在下方 即使大家购买我也不会有任何的盈利 只是希望家人事业顺利 以及推广给大家健康天然的宠物零食品牌 同一个小时代的宠物零食品牌 这样 这